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来看一下 中国字在上一节课我说过 中国字是由笔画构成的 现在我写的笔画是撇 这个是我们上节课学过的横 现在写到的字是速钩 中国字的特点呢 还有每一个两个相邻的字之间 应该是有粗细之分 比如说我们刚才写到的第一个字比较粗 那么现在我写的字呢 相对来讲就要细一些 好现在写到的这个笔画呢 是横折 你看现在第二个字 是不是比第一个字要稍微的细一些呢 好刚才写细了 现在稍微又要粗一点了 这个笔画呢 是所有字里面用的最多的速 这个也很多点 又是一个点 这里也是一个则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笔画 横折 弯钩 横折 速 最后一个点 好了 一幅完整的作品呢 除了中间的这四个字以外 还应该有落款 落款的字数稍微要小一点 在落款里面呢 往往要写上 时间 和你的名字 和你的名字 一幅完整的作品 除了书写以外 最重要的 还要盖上你自己的印章 这个印章 这个印章上面 可以是你自己的名字 也可以是你自己喜欢的一句话 好 这就是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了 今天我主要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中国书法在生活中的应用 当你看完下面的这些图片以后 你会发现书法在中国 真的是无处不在 书法是美女拍照的道具 是桌上的小摆设 夹在书页里的书签 除了这些日常的小物件 书法还有什么功能呢 最常见的用途是在家居装饰中 书法代表了一种中式风格 就像我刚才写的这四个字 常常是用于悬挂在办公室中 我们也可以把书法作品 放在家里书房客厅中 字数可以多一些 也可以少一些 这样的家显得更加有中国味 这几幅都是很典型的 中国式家居布置 这样你觉得好看吗 书法在中国用得最频繁的时候 是在春节期间 家家户户都会贴上春联 这是中国人几千多年以来的 传统习惯 虽然现在也有印刷的春联卖 但更多的人还是愿意 选择手写的春联 学书法的小朋友 也很愿意在这个时候 多写几幅春联 送给亲朋好友 书法有很好的设计功能 书法的设计功能自古就有 古代卖酒的人 直接用一个九字当包装 显得简单明了 在现代 书法的设计功能更加强大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奥运会会徽是根据汉字书法设计的 35个体育小图标 同样来源于书法中的钻书 近些年来书法材料得到了更大的扩展 不仅仅是可以写在纸上 也可以刻在陶瓷上 印在布上 写在玻璃上 写在墙壁上 这是亚洲最大的苹果旗舰店 有一整面墙的书法作品 是中国美术学院的书法家亲手写上去的 书法可以提升绘画的品位 中国画和中国书法是无法分开的一个整体 没有书法的加入 画面就会显得单调无趣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书法在生活中的应用 我还想说一个书法的小功能 你知道在中国哪一群人的寿命最长吗 活得最久吗 在西汉的时候 普通中国人的平均寿命 大概是在30岁左右 而书法家的平均寿命是71岁 明清两代 普通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33岁 而书法家的平均寿命是77岁 即便是到了近代 现代 书法家们长寿的也很多 超过100岁的人也不少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概是因为 一个是因为写字的时候需要宁神 尽气 抛除一切杂念 另外是因为毛笔是柔软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将全部的能量汇聚于笔端 这样实际上是很用力的 长此以往 你的身体也得到了锻炼 好了 接下来呢 又到了我们的硬笔书法时间 上一节课呢 我们学了一二三字的写法 我记得上一节课还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二三四的四怎么写 万字怎么写 我们先来看一下四的写法 这是四 一二三四的四的写法 这是万 他的写法 上一节课呢 我们讲过 有一些笔画是中国字里面必须的 刚才我在写毛笔字的时候也讲过 今天呢 我们除了上一次的恒以外 还要再学习 素 撇 和辣 用这几个简单的笔画 就可以构成很多很多的中国字 比如说 一横 和一素 就可以组成 十字 然后要是在这个上面加一撇的话 就可以变成一个 签字 一签的签 我们再来看一下撇和辣 撇和辣 可以组成 最简单的 八 我再把撇和辣 稍微改变一下位置 把它们两个靠近一些 就是一个人字 很简单的人字 如果是两个人呢 两个人放在一起 也是一个字 这个字呢 就是从字 表示的意思 就是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走的意思 要是三个人呢 还是一个中国字 那么这个意思呢 就是很多人的意思 好了 我们今天的书法课呢 就到这个地方了 今天的字 你学会了吗 希望我们所有的人 都喜欢中国书法 爱上中国书法 让我们一起写字 一起活得更久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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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